不要停下來 停下來會很冷 加油 快點 公管國小小朋友頂著12度低溫 在操場上做運動 除了後外套和手套必備外 還有不少人都戴上口罩 避免遭受空污襲擊 因為爸爸說空氣不好 媽媽說我咳嗽不要這樣早涼 空氣品質並不是很好 高含氧量的活動 像體育課的跑步的話 我們可能會建議老師 在室內進行室內的課程 台灣每年11月到隔年3月 是空污高峰期 平均有4次嚴重級空污 也就是說子暴危機 會持續到明年初 有英國學者分析 碰到塞車進地下道或停車場時 汽車排氣散發慢 建議開車族 將空調模式切換成車內循環 避免污染物進到車子裡 而且這時候走路和騎單車 空氣相對流通 在等紅綠燈的時候 盡量往後排站或者是往裡面靠 可以減少因為車輛經過時 所排放的廢氣 以及揚起的污染物 室內也有隱形的空氣污染 辦公室座位如果太靠近隱映機 隱映機在運作的時候 會產生臭氧 而且有可能就會對呼吸道造成影響 辦公室都是所謂的那種循環系統 它沒有一種換氣的動作 這一點會造成這種空氣污染累積 空氣差也會加速皮膚老化 民眾可多吃藍莓草莓或深綠色蔬菜 這類抗氧化 富含維生素C的食物來保護皮膚 而這一波冷空氣持續發威至18號清晨 氣象局預估加以北低溫將下探10度 南台灣頂多13到14度 得到18號白天才會稍稍回溫 保暖工作還是別輕忽 記者黃家瑋 燒玉米SNG小組台北報導